十番显贱第八 显贱不分 阿难对佛说 士顿 假如这个贱经 必然是我的妙性 那现在这个妙性 是出现在我的面前吗 阿难把贱性放在了身外 如果说贱 是我的真实有 那我现有的身心 又是什么呢 我的身心明明是实有的 而贱经却无有分别 不能分辨我身 就是说 现在眼前的贱性 根本就没有分别能力 没有那个分别 我这个色身的功能 那连我这个色身 尚且都没有办法分辨 何况能分辨外在的 万事万物呢 假如贱性真是我的心 今天令我见到了贱性 才实在是我 那我的身体反而不是我吗 这和如来刚才责怪我说 外物也能贱我 不完全一样了吗 求如来大发慈悲 开发我不悟的心 佛告诉阿难 刚才你说 贱在你的面前 这不是实情 若贱性实实在在此刻 就在你面前 那你就是能贱者 可是贱性不是物 那么这个贱经 既有方锁 就不是不可指示出来的东西 它一定能被指尘出来 譬如现在 你坐在七托林内 变观灵渠与殿堂 上至日月 前对横河 你在我的狮子座前 举手一一指尘这种种现象 啊 这阴暗的是森林 明亮的是日光 障碍的是墙壁 攻打的是虚攻 那么在这种种物像中 草木乃至千豪威胁之物 所以有大小的不同 只要有形象 无不可以指出来 都是可以指尘的 就是可以确定 可以定位 假如此剑经 真的现在就在你的面前 那你就应当用手 确实能够指示出来给我看 什么是剑 而那你应当知道 假如空是剑 那么空既已成了剑 那么什么又是空呢 假如物是剑 物既已是剑 那么什么又是物呢 你可以从万象当中 细细地剖析出 那个精明 那个精明静妙的 剑经剑缘出来 指示出来给我看 就像其他的物像一样 你明确明白 确定地把它指出来 明白无误地 把它给指出来 和那说 我此刻在这个讲堂中 远及横河 上观日月 无论是举手所指 或者是放眼所见 我所接触到的 全都是物 没有哪个是剑的 世敦 如佛所说 不要说我们这些 有漏初学和身文 就算是 菩萨也不可能从万物向前 剖析出纯粹的剑 离开一切物像 而单独有自己的体性 佛说 正是如此 正是如此啊 佛又告诉阿娜 按照你的说法 没有另外一个剑精 离开一切 万物单独有自性存在 既然如此 那么在你所接触到的 一切物当中 就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剑的 现在我在进一步告诉你 你和如来 同坐在七托灵中 离愿各处 甚至于日月 这种种不同的现象当中 是不可能有一个剑精 能受你的接触的 现在你再想想看 在众物之中 哪一处不是你的剑 河南说 其实我是遍见 这七托灵中的一切的 但我不明白 这当中哪处不是剑呢 为什么呢 假如要说树不是剑 为什么又剑着树 假如说树即是剑 那么什么又是树 如此类推 假如空不是剑 为什么又剑着空 假如说空即是剑 那我们又以什么为空呢 我又仔细想想 在这森罗的万象当中 细细分析 无一处不是剑 无处是剑 无处不是剑 佛说正是如此 正是如此 于是大众中 所有非无学的人 听见佛陀说 这些话都茫然不解 这是什么道理 大家此时变得惶惶起来 不知道该怎样才好 无学 无学就是 非无学就是有学 因为按照佛法的道理来讲 是佛法的道理是人人俱读 而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无学的时候 你就是懂得了佛法道理 有学 就是没有达到无学 如来知道他们惊慌失措 心生怜悯 安慰恶难 其出大众说 众善男子 无上法王 无上法王是佛的字称 无上法王我说的是真实的话 是按照事实说的 没有一点欺狂乱说 并不是像外道所说的 那种诡辩理论一样 你们应当仔细考虑 不要辜负了你们 追求仰慕求道的心 这时 文书失利法王子 怜悯在座示众 在大众中 集从坐起 顶礼佛祖 歌掌恭敬 而对佛说 世尊 现在此处的众人 因为不明白如来 显示给大家的 关于色空 是非等两种金剑的意义 世尊 假若我们接触的这些前缘 是贱性 假若这就是贱 那就应当有个目标 有个表现 才可以指成出来 就应当有所指 假若不是贱性 那就应该一无所见 不能看见 可它又能见色见空 所以大家就火度了 大家就不知道 无是贱 无非贱 这两个义理 到底该怎么理解 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因此惊慌是错 并不是他们过去所种的善根 太少的缘故 唯愿如来 大慈悲心 善发说明 这种种物象和这个贱经 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为什么在这中间 没有是也没有不是 在他们中间 既无是贱 又无非是贱 究竟是什么意思 佛告诉文书及在座大众 十方如来 以及所有众大菩萨 在他们自著的三摩地中 定中 能见与所见相结合 并其所有的想象 都是犹如虚宫中 所献出的花一样 本来就无所有 这个能见的贱经 和所见的物象 其本源 都是菩提 微妙 清静而光明的本体 这当中 有什么是和非呢 就是超越相对 前面已经谈了 自信本来不动 并非有意用实心 去定下来的 因此 住在自信三摩地中 无出定入定之别 所以 能见的六根 和所见的六臣 相结合 其一间 所产生的种种作用 和现象 都如空花泡影 这里所说的菩提 就是真性菩提 真性菩提 从无始以来 不为能见的六根所居 不为所见的六臣所染 不为分别的实心所混 它不在任何相对境界之内 是与非 都和它两不相干 所以说 于其中间 无是 非是 所以称之为 妙境明体 因为它不和任何境界相混 永远清静 永远光明 为万物之本体 文书 我现在问你 如像你文书 举你文书的例子 是不是 另外还有文书 是 是文书的 还是 没有另外一个文书 这里 佛陀取文书为例 说明离开了相对境界 就那个 是非的概念 就不适用了 就是 超越相对境界 就没有是非 文书回答说 正是如此 世尊 我是真文书 却不能说 是文书 为什么呢 假如有 这个是文书 那就还有一个 非文书 那岂不成了 两个文书了 现在是 并不是 无文书 而是 无是文书 和非文书 我文书的体内 没有是非二相 意思就是 在这当中 是与非 两种概念 都安不上 都在我真文书这里 都安不上 这里大家应该明白 见性就是一样 没有是见和非见 见性 只是无上 觉到这一真心 是没有是和非 可以建立的 佛说 这个见 是既妙 且明的 见性 与一切 六尘景象 虚空景象 本来都是 妙名 无上 符笛的 静缘 真心 一切 妄想 其产生 色 功 等象 和文 见 等 绝 譬如 第二月 明明是一个月 却误看为 两个月 试问 这两个月中 谁为是月 谁又为非月呢 文书 只要一个月真 中间 自然没有 是月 非月 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 你现在 观 见 与 尘 种种现象 都是从妄想中 产生的相对 景象 这当中 有什么是 和不是呢 因为 无论能见 或所见 都是你的真 精 妙觉 明信 所以 我问你诗 你指不出来 何处是见 又指不出来 何处 不是见 处处是见 处处 不是见 以上 是十番显见之八 显见 不分